旅游也可以很环保 高雄市一间旅行社业者 有感于海洋逐渐遭到塑胶制品污染 推出向宝特瓶水说不的口号 鼓励团客自行携带水壶 减少使用宝特瓶 并且将省下来的钱捐给环保团体 尽管刚开始的民售的时候 民众接受度不高 但是希望能够借此教育大家 地球只有一个必须要好好珍惜 经营旅行社多年的汪立敏 看到影片当中 海洋遭到塑胶制品污染 垃圾随着洋流飘送到各地 内心有许多感慨 因而决定要从自己的事业 开始带头做环保 其实车上本身配备就有热水桶 然后我们到任何一个休息站 它也都有提供热水 只是大家都没有在使用 也都不知道 然后我们就会跟我们的主办单位 客人的主办单位沟通说 那是不是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 就是你们如果自备矿泉水 或者自备热水瓶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省下来的几箱水的费用 我们就先把它省下来 向游客宣导 出团旅游车内不发瓶装水 看似简单的环保功课 做起来并不容易 但汪立敏不放弃 沟通再沟通 希望将观念散播出去 现在慢慢有一些团体 就说我们这次出旅游 我们不用矿泉水咯 对 那我就觉得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我们想要看到的 当然希望更快跟更好 江省下来的钱捐给环保团体 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其实这间旅行社之前 也曾推出公益结合旅游的轻旅行 当时也是源自于一份感动 客业上的帮助或是他家庭的帮助 那我们有这样想法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协会其实是需要一些 长期支持的力量 我们如果可以借由我们的工作当中 去给予他一些这样的资源 那是很好的事情 那特别又是 如果可以透过旅游的方式 可以跟他们给予这样支持的力量 那我们自己开心 他也会开心 不论结合环保或是公益 旅行社赚钱之余也期许为社会尽一份心力 下次跟团旅游 别忘记自行携带水壶 为了地球也为了海洋深深不息 减少使用宝特瓶的机会 港都新闻潘志光王思武采访报道